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小胖哥 现在这个短视频太火爆了 今年我已经讲了N次的短视频 短视频也有太多太多的素材可以讲 那天老刘问我 他说小胖哥 短视频剪辑能不能搞到钱 就是混合剪辑这些短视频 然后发布在这些自媒体短视频平台 能不能赚到钱 我说做短视频剪辑是可以搞到钱的 要看你是做什么短视频 我说这些像西瓜抖音这些短视频平台 如果你发布一个剪辑的短视频 就是不小心如果说爆了 可能也会有几百块钱的收益 他说真的吗 有那么多的收益吗 我说是的 我说每天都有人在做这一块 获得大量的收益 前提是你要发布很多的视频 数量多了 可能才有出那么一个两个 很多人靠搬应 也有很多人靠剪辑赚到钱 他说那小胖哥你能跟我聊一下 就是视频剪辑这一块 需要大概怎么样操作吗 我想了解一下 我说好的老刘 我说首先在做视频剪辑之前 你需要给你自己的账号做一个定位 你要确定好你是做什么领域的 做短视频呢 跟我们平时发朋友签 他有点不一样 比如不是说你想发什么内容 就发什么内容的 一定要做专一垂直好 我之前就是这样 所以说我搞短视频一直没搞起来 因为我之前做的是有时候拍拍风景拍拍家里 然后在有时候再做做电商 就导致我的账号非常的不精准 很多人就问我这个也发那个也发 他说那小胖哥我如果说做短视频呢 需要做剪辑这一块有哪一些领域呢 我说短视频这个剪辑行业这个领域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我说我推荐你搞几个比较热门的一个领域 他说小胖哥那热门的领域有哪一些 我说比如说像一些影视类解说类的这些剪辑 然后有一部分是延伸 有一部分是自己的声音 这种影视剪辑也是可以 还有一种是音乐U盘剪辑 这个我之前有讲过就是插一些图片 割起自己剪辑出来 还有一些就是情感故事类的这些剪辑 就是讲故事的 比如说某某某故事上中下三集这样去讲 还有一些就是讲搞笑段子之类的 还有一些就是热点 就是搞热点新闻的 就是等等以上五个领 比较热门的一些领域 我说小胖哥你说的这些领域还是蛮多的 我说是的 我说比如说像每天早上 你起床是不是会看看抖音 看看今日的一些热点的新闻 关注一下到底发生了哪一些时事 我说你一定要针对你这些人群 你想做什么样的人群 他说明白了 比如说我想做二十多岁了 是不是就做一些萌宠搞笑之类的 我说是的大概是这样 我说如果你说你想做一些8090后的 那就剪辑一些老视频老歌企 这些剪辑会比较有一些受众 有一些引起一些情感的一个共鸣 他说那小胖哥这一块注册 首先刚开始要准备哪一些东西呢 我说刚开始呢你就要准备一些手机号 然后注册一些平台 他说平台的话这边你有什么推荐的吗 我说热门的平台呢就是那一些排行前几名的注册下来就行了 比如说西瓜 比如说头条抖音 比如说像快手之类的 还有现在比较火的视频号 注册这些账号多平台去运营 他说那注册完账号呢 要不要实名认证开通一些创作者的步骤呢 我说这些都是需要开通的 你最好是把你的账号给实名一下 实名账号呢 开通作者能提高你的钱重 他说那小胖哥就是我开通完这些账号之后 在养号上面呢 有什么需要要注意的吗 还是直接每天发布剪辑好的视频就可以了 我说注册好视频账号之后呢 你最好是每天就是浏览一下刷一刷 比如说抖音啊 刷一刷养一下这个账号的钱重 没事给人家评论一下 没事给人家点点赞 没事关注一些同行 学习一下经验 这些都是提供一下你的账号的钱重 如果说你的信号呢 一开始就去发布一些视频一些东西 可能就会引起平台的反感 钱重可能就没有那么高 他说小胖哥那我要去哪里找你这些领域的一个相关素材 我要怎么样用这些素材来组合剪辑呢 我说这些相关的一些素材呢 你基本上在网上都可以搜索得到这一些 比如说你搞音乐剪辑的 你直接就上这些什么网易QQ音乐这些去下载 副歌会员下载一个音乐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搞电影的就是解说之类的 就爱奇艺QQQ腾讯视频 那比如说你想搞故事搞笑类的 就百度一下 这些都是有很多领域之类 就是所需要的这些领域 这些东西呢我一时半会也给你说不起 但是你要慢慢的去积累 关于这个素材 你找素材这个是你做了 每天找到一个两个积累完之后呢 就慢慢的会有很多 他说小胖哥那我明白了 就是搞理相关领域素材这个了解了 那你告诉我一下就是 我这边对剪辑视频还有点不懂 就是你平时在剪辑视频 都是用什么工具去剪辑 我说剪辑视频的话 如果你是手机 手机有剪映也有快剪辑 还有快影这些都是抖音跟快手下面的 一些小软件都是非常好用的 我如果说你用的是电脑板 就用爱剪辑或者用PR 我一直在用的是喵影工厂 开通一个会员也是非常好用 可以直接一键撒瓜式剪辑配音配置等等之类的 都是非常方便 他说那小胖哥 关于就是视频剪辑这一块 你还有什么方法吗 有什么建议吗 我说其实呢 视频剪辑没有什么方法 主要是自己熟人生巧 如果说你刚开始不懂得怎么样去操作视频剪辑 我自己有一个建议就是你到某宝上去开一个店 直接一年剪辑 你编辑视频联系接单一个月就有效果 他说我操接单一个月我手会不会废掉 我说这个不会 我说你刚开始叫你自己学习的话可能非常枯燥 你可能写不下去 但是如果我还有钱赚 你慢慢的先锻炼一个月 一个月下来呢 你对视频剪辑这一块绝对是非常的清澈熟路的 又有钱赚又可以磨练你学习何乐而不为呢 那小胖哥我最后再问一下就是像写标题啊 发布视频的时间啊 这些有没有什么一些技巧之类的 我说写标题没有什么技巧 我现在基本上标题都是乱写的 那如果说你要想要写一下好一点的标题呢 你摆读一下就是抖音啊就是短视频标题 有一个网站叫什么来着我忘了 一个月几十块钱可以建生成标题的 发布视频这一块呢 你想什么时间发就什么时间发 因为你发布的数量比较多 你自己测一下 大概就是这一些其他的没有什么呢 具体还要在实践很多东西是要实践的过程中才能明白 他是好的小胖哥关于视频剪辑这一块呢 我去测试操作一下 谢谢